大天福地人为贵 信则吉系空则背 袁泰祖 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新一集的袁泰祖 今集Nikio继续与林定康师傅 与各位听众分享一些玄学上的知识 林师傅你好 Nikio你好 林师傅 今集是第二集 用影片的认识 推出袁泰祖 我看到上一集 有人在下面留言说 两位都很年轻 第二句就是 林师傅很英俊 多谢 我是不英俊 没那么英俊 再英俊也不敢说 好吧我接受 不如说说 刚刚上星期 就是6月2日 下午5点半 在昂船洲 有一辆装着金属废料的船 就着火 你闻不闻到那股臭胶味 闻到 好 幸好你发音正确 当然了 即是烧着了臭胶的味道 因为根据新闻就说 港九新界都闻到的 然后还要有很多有毒的气体 在那些臭味里面 令到大家都觉得 很辛苦 空气好像很污足 我都闻到的 我在葵宗的头 好像是最严重的 因为在古时候 一些地方着火 可能说 可能皇宫着火 或者监狱着火 对民间来说 都是一些有意思的一些现象 即不是说 这个着火 所以我们就要去救火 不是这么简单的 可能背后带出一些含义 那我们可不可以用玄学的角度 分析一下 今次这一架船着火 有什么意义在背后呢 这架船着火 事关重大 其实就是 宣告着九运的来临 那你要知道 我们现在就2021年 即我们在录音的这一刻 就是2021年 还有三年之后 就到2024 那2024年就是一个火运来的 那怎么为之 它是火运 土运 水运 那大家只要看那个 我们说 三运图 那你就会找到的 它会写得很清楚的 譬如2004 至2024 就是土运 2024至2044年呢 就是 九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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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为九号 就是九指星 九指星是熟火的 所以我们就是说 是火运来的 那当火运 九号 九指 当时火灾 就自然会应运而生 任何一样的数字,其实它在中间是当黄的 打个比喻大家明白,就是在中间的数字 其实就好像一个皇帝那样,坐着那个城中间的 这样的,它是华士的,所以去到九运的时候 华士的就是火,所以全部和火有关系的都会黄 火旺就容易有火灾,那大运呢,这些特别是20年的大运 就不是好像我们这八字,不是好像我们榴莲犯太岁不犯太岁 那么早一点到,它一来就早几年到的 所以其实在现在2021年,22年,23年 那个我们说九运那道气,其实已经进来 那进来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和它相应的现象出现 比如火灾,那你真是问呢,为什么会这次这么明显 是真是说明这个位置呢,那我就之后再分析 但是大家可以留意,比如说2021年,2020年 甚至乎一年将2019都开始当计,因为当它计算了五年的话 那就是2019,所以2019你见到可能社会运动期间 一间香港都曼天风火,去到2020年也发生了些很不幸的火灾 比如在佐敦附近广东道,那一大间餐厅的人都烧死了 那又有在佐敦,可能天桥那边又有火灾 其实佐敦或者油尖网西九龙这一区是很多火烧的 火烧到今次2021年6月,突然之间有一架大船着火 这个就是宣告2024年到夕正式进来了 那个原因就是一直以来在现在我们说 八运里面就行西南水,西南水是当黄的 哪里是西南呢?就是去俄泉州那里的西南 比如我们说奥运,南昌,大角咀,现在有一些新的楼盘 或者好像玄芳,这一辣东西,西九龙文化区那一辣呢 即是2004至2024是当黄的,那这里主要是赚钱的 那山管人丁水管材,那逢是西南水的地方就会有钱 那所以那一辣东西在八运期间就起了很多豪宅 那去到现在这一刻突然之间火烧,那火就是黑金的 那特别是如果大家有看新闻,其实这次烧的是什么? 金属废料,是烧金属废料,那你不要理会那些金是有用的金 还是没有用的金,它都是金属来的 那火就会黑着金,那也都代表着一个循环的开始 那为什么循环开始呢?就慢慢再涨下去 那所以在现在我们看到说今次郝旋船洲有一辆船大火 其实船火粥这种东西,还要加大一辆船火粥呢 就不常见的,不沉常的,而且烧了15个小时 那整个西九龙,去到葵聪,沙田都有的,其实那种味道 那我自己在佐敦就闻得很老臭的 根据报道是港九新界都闻到的 港九新界都闻到的,那这个火烧,它所烧着的位置 就是住在我们香港的西边 那就是我们所说八云最旺的时候 但是你要知道,什么时候我们会烧东西呢? 就是当一些东西要结束的时候,我们就会去烧 嗯 比如说以前那些人耕田的,他那里种了很多年菜了 他需要重新来个reset它了 那他们就会在那里烧一些柴枝啊,就烧旺的地 所以风水以前就喜欢说火烧旺地的 所以这个就是偏满一点的东西 买楼呢,如果那层楼曾经有个火灾的话呢 其实是买得过的 但是那个火灾是不可以烧死人的 OK 如果那里火灾,而他们的上一所业主义的租客 全部人都安全离开,没有人受伤,没有人死 那些单位买得过的,我们叫火烧旺地 就是如果隔离单位烧死人呢? 那也不好,那就变空宅隔离了 OK 现在那个前提就是,你一定不可以有死人 那么那个单位就可以考虑 嗯,如果我当是我要买个单位,就是旧房子 那我想我进去住,我随便找一些在里面 就是我不是当然说烧到火灾那样 那么烧一烧里面,找一些东西烧一烧在中间 行不行呢? 行,但是那个做法呢,就有一种很特别的东西去烧 嗯 那烧就通常不会在家里烧,是写字楼烧 譬如说我的客人找我帮他搞开张的 我都会在地上那里烧东西,烧进去的 但是烧什么呢,就是这里不讲 那大家找我做我才讲 嗯,那我们说火就不一定是差的 但是你要看他今次怎样烧,烧在哪个位置 嗯,好了,Nikio,我们说了这么久 今次那个船,着火嘛 是的 那船是怎样烧的 它是不是好像西贡船奥那样 那船刑起了,跟着这样烧先 不是,那船在海上面 它直接在水上面烧着 那现在哪样在上面,哪样在下面呢 火上水下 好了,那我们看风水啊,做看上脑的 嗯,我们要去判断 究竟这个情况好还是不好的方法 就不是单从,好像有些上网的人说 就说,啊,烧到好像哥斯拉来啦 那所以就有大灾难啊,或者一些毒烟很厉害啊 就代表香港呢,那个肺炎情况会加剧啊 这些说法呢,就比较像看图讲故事 那不是这样看的 那回到我们很早开始讲卜卦的时候呢 整天提到一句说话 就是以那个象来取个数 嗯 那现在我们就由这个象来取个数了 那我们怎样看呢 火就在上面 水就在下面 就是上面是什么 上面就是尼卦 下面就是陷卦 那这个上火下水 那是什么呢 火水未济 没错 就是水火未济 那水火,火水未济 火水未济 火水未济 那意思就是那些火在上面 那些水在下面 两样东西不协调的 嗯 师傅为什么火在上面 水在下面就不协调呢 那第一个说法 就是第一个比喻 告诉大家 就是水 都不是比喻来的 这个自然特性 水是向下流的 是啊 所以我们冷气机都装在上面 它是凉的 就是冷空气向下 冷空气向下 水是向下的 嗯 那火就向上的 是啊 那现在那个问题是 那些水就不断向下 嗯 火不断向上 嗯 然后火就在水的上面 水就在火的下面 那两者之间又没有交流 嗯 又没有办法协调 没有 是没有办法协调 所以是一个不协调的 嗯 好了 那都可能有人听不明白 那水就流了 再简单些说 就是现在我煲水 我用水壶装着水 嗯 我是把水壶摆在柴枝下面 摆着它来焗水喝 还是摆在柴枝上面 水壶摆在火上面 没错 那所以水在火上面 就叫做寄制 嗯 是没有问题的 大吉的卦 但是当火 在水的上面呢 就叫做味制 因为这件事是代表它根本不能够成事 嗯 就称之为味制 嗯 那今次在西九 就是我们说 狼船洲那边的大火 这辆船的大火 实际上它形成出来的那个卦 就是一个火水味制的卦 嗯 那火水味制的卦 就落正在这个西九 好 我们所说以前最旺财的地方 嗯 那代表什么意思呢 就是代表西九这部电影 就是我们说 赚到钱的这个电影就差不多过了 是的 那意思是代表着这个地方本身赚钱 所谓旺的地方 就开始要退下来 嗯 由第二到再去赚钱了 那现在这个火水味制的卦 在我们八百六十四卦里面 就是排行第六十四的 嗯 所以它是最后一个卦 也都有一个叫做重新循环的意思 那结束就是开始 那所以它去到结束的卦 也都代表一些东西重新更替 那所以这一次那辆船的火灾 所烧出来的东西呢 它所代表的东西就是重新来过 准备进入一个新的大运 那就是由八运转到九运 嗯 那如果这样说的话 我们现在 就是我们现在 就是用香港社会来说 就是现在都还是水深火热 就是因为疫情 就是因为疫情 还是一个水深火热的状态 是不是就是说 现在这个疫情就是我们 旧的那个景象 和未来新的景象的一个转捏点呢 可以这样说 但是你要知道 现在那个转捏点是好 还是不好 现在出来的那个是火水魅制 简单说是代表有东西不协调 那所谓的不协调是很多东西的 军神的不协调 人民和政府的不协调 甚至乎里面可能一些商务的东西不协调 譬如它和其他国家外交关系不协调 也是一个微制 譬如可能有些人说我马后炮了 新加坡的旅游气泡和香港旅游气泡 永远都协调不了的 是 它是永远都走到的 那时候就能爆出疫情 就流产了 那这些也是未制所表达的意思 嗯 那所以 它变好并变坏呢 我自己看 就应该很难变好 嗯 那我想加多一点点的联想 那这次 就是现在疫情就有新冠肺炎 那这个炎呢 就是两个火字 是 那有个火 那会不会都是同样的象征住 就是用这一场肺炎 来烧 烧一烧这个地方 那所有东西就由头来过 那能不能这样解读呢 但是你要知道它是不是真的烧在地上 嗯 它现在烧在海上 嗯 就算你是火烧往地 也不是火烧往海 嗯 如果你烧在地上 以前就是我们讲风水的 你烧在地上 用来耕田 你也有好处啊 嗯 你在海上火中没有好处的 嗯 你还会烧死自己 因为走都没得走 是啊 所以就不可以用这个想法去说 因为肺炎也是火 所以烧一下它就走了 不是这件事 嗯 也都代表就是 因为火水未制嘛 鹽就向上 嗯 就是说可能那个肺炎 也都还要再延长一段时间继续搞下去了 明白 好 谢谢林师傅 那今次节目时间呢 我想来到这里了 下一节回来 好 这个 就是 第二節的原泰組 好 回到第二節的原泰組 剛才我們說金屬廢料船著火 再說到火水味制 火水味制這個掛像有否可否釋一下香港的發展 火水味制是一個不協調的掛像 很多方面的不協調都由它去表達 譬如市民和政府的部分不一致 可能是一個不協調的情況 亦都反過來就是政府和市民的部分不一致 一個行太快一個行太後 甚至乎是互相沒有去融合 因為本身水和火兩種東西 除了是一個蔥之外 亦都是一個結合一個陰一個陽的配搭 所以兩者本身應該要有交合 簡單來說就是你接受我的東西 我也接受你的東西 就稱之為一個好的象 但是現在去看就不是這件事 因為水和火兩個一個向下 有自己做自己的東西 向上的有自己去做自己的東西 各自為證 各自為證 因為水就向下流 火又向上走 現在火在上面 水在下面 火就繼續燒自己 上面向上燒 水又繼續自己向下流 兩個完全沒有交流的 萬事都不可能成功 我們說那個協調的問題 是現在香港的當務之急 所說的協調 除了說政府和市民的問題 另外呢 就是說 可能一些外交上的問題 就是一些國際關係 比如說 我打過一個比喻 香港和新加坡 那個旅遊棋譜 到現在 都行不到 即是協調不到 協調不到 一邊就可能跟你說要理什麼 但是 但是這裏又無法 fulfill 每一次差不多到尾就爛產 那接下來暑假又到了 其實我想之後下來的一些 可能本身談好了 比如說 泰國 日本等等 開關的東西 或者一些相關的安排 也都會胎死腹中 因為兩者無法協調 那不是一定要有一個人出來 負責誰做錯的 只不過是說 現在這一刻的時勢 他做不到 就是大家都有問題 沒錯 那 大家各自有自己的問題 於是無法協調 除了這一種 我們說的外交 政府人民的關係 甚至乎我們可能自己 人民內部 也都會有一個 不協調的情況出現 那就會出了這種美制的畫像 嗯 其實他在說 除了是說 可能 基層和政府 或者 百姓和政府之外 會不會社會的各個層面 或者每一個家庭裏面 或者每一間公司裏面 這些都有很多不協調的情況出現 都會有的 譬如說 可能一些 籠統一點 可能是政治問題 近幾年香港的政治意識提高了 就會多了爭執 那家庭內部的不協調 那家庭內部的不協調 情況會增加 嗯 另外就是 可能說 就說防疫 可能兒子也覺得 不用戴口罩 媽媽也覺得 一定要戴打針 不打針 那互相有一個 各自各自做 做完之後 互相指責的情況 也都會導致了 有一些類似 火水記制的笑 不是說因為你們去做這件事 而導致那艘船被人燒 不是這個邏輯 而是說 這個火燒船的情況 這個景象 只是一個顯示出來的東西 在無論是佛教也好 在道家也好 其實都有一樣的說法 在佛教的說法 就是因為 這是一個共業 是一個大家一起種出來的因 所以它就會有一些的跡象 有些相出現 就給你去看 現在大家的意義不協調 有問題 之後很難發展 這是一個 在道家就是那個氣的問題 大家都帶著 身帶著這個氣 香港就自然帶著這個氣 那氣 聚得久了 它就會有一個像的呈現 就形成了這次一個意外的發生 所以 無論如何都好 我們看這些的 就不是說看你之前做錯什麼 是看之後怎樣發生 還有怎樣補救 我們說到火水未濟 這個卦 就不得不提 火水未濟 本身它的故事 又那個寓意是什麼 火水未濟 本身就是講一些狐狸仔 那一隻狐狸仔 就想著道江 因為火水未濟 是說一個人沒有辦法過河 由A到B 那點去不了 因為中間的水頂住了 那這隻狐狸仔 亦都是想過河 於是他就趁在那些夏季 旱季的時候 就希望在那些河水比較乾淑的時候 就走過去 順便就可以在那個時候喝點水 因為很熱 旱季來的 誰知道狐狸看完地板的水之後 就覺得不是很深水 我應該走過去的 就頂而醜而險 就走到那些水道 就想走到對面 誰知道一踩下去 那些水原來是很深的 不是他眼睛看到薄薄的一層 原來下面是很深水的 於是就沒有辦法 渡江就卡住了在河那裡 就過不了去 也沒有水喝 那整身都濕了 尾巴也都濕了 那為什麼要專門提到狐狸尾呢 因為狐狸的尾 就不是那些貓貓狗狗 我以防也不知道狐狸尾是怎樣 很大把 很大把 就好像那些毛筆 但是再巨大化 巨大化 巨大化的 那些毛吸了水之後 就很重的 而一隻小狐狸 它自己爬上岸 其實就會比較吃力 於是就沒有辦法上水 但是又喝不到 就是喝到很多水了 上不到水過不到光 就陷入了一個兩難的局面 所以我們說 火水未濟 這個情況出現的就是 很容易會因為一些假象 而令到大家做錯決定 陷入困境 所以一旦見到火水未濟的 一個Signal顯示 我們需要擔心 那件事就是 會不會自己做的事 或者特別是這個地方的負責人 他會不會做的事太急 或者根本上可能被他那個 所謂的美景所欺騙 譬如說 有人認為自己打了針 就可以出境去旅行 嗯 是不是真的可以呢 但是相反 甚至可能有些人 就因為打完針 因為打完針 就有問題 可能有些人是這樣 那麼這個 可能分了那條黃標 我們這句 都不要緊 那麼這個火 我們說它在上面燒的時候 下面的人又有自己做自己的事 於是就會出現了一個 我們說不協調的狀況 就好像那隻狐狸仔一樣 他打算自己走過去 誰知道 那塊地和他自己的預測 就出現了一個落差 就沒有辦法走過去 對面 就稱之為一個不協調的情況 所以一定要保持著自己的謹慎 的態度 不可以貿貿然 因為可能想達到一個遠景 被一些假象欺騙 就走過去 OK 好了 第二就是 為何要專門說這個狐狸的故事 我剛才說的是狐狸仔 是小狐狸 不是成年 或者老狐狸 老狐狸 可能在傳統的印象 就比較 老亡心算 心機算盡 那種動物 是 那這裡放小狐狸 狐狸仔 的寓意是什麼呢 狐狸仔 和老狐狸 最大的分別 就是老狐狸 是很有疑心的 嗯 狐狸仔 就沒有什麼疑心的 怎麼為之沒有疑心呢 就是譬如說 老狐狸 走過一塊冰雹 他可能會把手按一下 按一下 按一下 是不是可以走的 我才會踩那一步下去 走路也會走虛步的 嗯 但是一隻狐狸仔 年輕的那些 他疑心不重 可能一下子踩下去 那踩下去 就跌了下去 那麼 在火水未濟的這個掛 他最重要提醒你的 就是你每做一件事 你要擅思 兼且你要觀察 是要看得很清楚 很通透 才可以做 特別是因為 他已經去到那支掛 最後 即64掛裡面 最後那支掛 你的每一個動作 一錯的話 就回頭 所以 火水未濟 大家要做的是 要做一隻老狐狸 嗯 不是去做一隻狐狸仔 如果做一隻狐狸仔 就好像他那樣 身犯險境 嗯 想要的東西 最後是得不到的 嗯 所以自己就萬事 小心為常 嗯 那在這裡所說 就是可能香港人 可能這一一兩年 都水深火熱 除了政治環境之外 經濟上也是 那當然有很多新的一些 財佬 新的財佬 對 新的財佬 那大家可能不熟悉的 就一窩蜂這樣衝過去 你說的直白一點 譬如說現在大家喜歡 投資一些虛擬貨幣 是的 或者去買一些外國的股票 來希望賺錢 但其實這件事 很多人他根本是沒有 一個實質的經驗 三分鐘你買那間股票 自己都不知道 它是什麼公司 嗯 只是聽到有人說 他就去買 那你那些人去買股票 就變成一隻狐狸仔 嗯 延伸不夠 查你都不夠 很容易就損失爛腳 嗯 我們在這裏所說的 絕對不是說 買虛擬貨幣 你輸牙 不是這個意思 你要買外國的股票 要了解多一點 是的 就要你去清楚 知道多一點 那樣是什麼 那我想 我同時想說的 就是 因為大家可能都 這幾年都 比較 想 有些新的方法 賺錢 因為整個經濟環境 工作環境 都有很大的轉變 在社會上 那然後 大家看到一些新的 好像賺到錢的東西 就會 衝過去 然後 然後 我想跟大家說的 不要那麼快 玩爛一些東西 嗯 那如果大家 什麼叫玩爛一些東西 就是一些可以持續發展 去賺錢的方法 大家 一次過就衝下去 可能一次過就 扔很大的錢 然後 然後就把它變得 不能再繼續 持續地找下去 我想 都可以 在這支掛裡解釋出來的 那支掛裡面 也有一個道理 就是 你不可以窮盡 一件事 窮是貧窮 窮盡 窮盡一件事的意思 就是 做盡 拿盡 吃盡 好似那隻狐狸 他過河 喝水 他不是 好似我家養的貓 就瀑在那裡 輕輕咬兩下 喝了就算 是整隻跳下去 他整隻跳下去之後 就抽不到身上 那 為什麼他跳下去 因為他想走過去 同時間 他也希望 那隻狐狸濕一點 面又濕 頭又濕 尾身都濕一下 都好的 但不要濕得太緊要 那 他做的決定就是錯的 原來那種好心 濕就真的濕了 整隻濕了 變了落水狐狸 那 這個也是我們說 不要窮盡一件事 那個道理就是 這支掛裡面 都有這個意思的 如果你去窮盡它 你只是會得不償失 所以你剛剛的說法是對的 不應該去弄壞一件事 所以我弄壞它就是 過度去參與那個投資 或者類似相關的事 是不應該的 那譬如現在 那些人他們買樓 賣樓 那現在交投都是相當之多 也都是有一個差不多的問題 在這裏 那擔心的是現在 因為譬如 剛才你說到 虚擬貨幣的問題 其實我都聽到 好像有些政府 經常想禁停它 就不准它再私人交易 但是有些人 就可能一次過放很多的精神 財力 窮盡它自己所有的東西 放下去炒賣 希望賺錢 那大家要知道 在這個火水未製的掛 特別是今次 昂船渣大火 所給我們的顯示 就是說 不要太奮身 也都要多些觀察 好像龍狐狸一樣 那個疑心要重些 才可以繼續去下一步 是的 那今次火水未製這一支掛 就是最後就說到 君子以臣 現物居放 是不是都大概是一樣 這個就是像傳出來的 這句話就是關於火水未製 裡面像傳就是這句 那個意思差不多 君子以臣 臣就是臣師 就是小心 謹慎的臣 那君子以臣就是說 你一定要小心 不可以魯莽行事 就稱之為以臣 那便物居放 便物 那個便的意思就是 你不可以給那個物品的外相 或者一些虛偽的東西 騙到你 你一定要明白那個是真還是假 這一粒肉 究竟是真肉還是假肉 這一盆水究竟有多深 有多淺 是不是真的我們看那麼平穩 那麼你叫做便物 叫你便別一個事物 對那樣東西 要有明辨是非的能力 而最後的就是居方 居方的解釋是說 你一定要居於一方 安穩穩定下來 而不是衝動行事 那現在我們看火水未製 適逢2024年也是九運的道理 九運是火運來的 換句話說 會有一場大火燒下來 即是不是說真的大火 就算真的大火也會有 OK 都會有 只不過是一個不同範疇上面 也會有大火 真的大火也會有的之後 那麼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要怎樣做 兩種做法 一就是跑走 走老 第二就是扮烏龜 無論是道家也好 佛狗也好 都會叫你扮龜 因為烏龜縮了四肢進去 頭也縮進去 就算被狗咬被狼咬 它都不開 那它就可以長壽 所以在一個我們說大火的過程裏 你可以做的是什麼 是走還是縮進去那一項 不動 那麼在火水未製的血面 我們根據相轉的說法就是 便物居方 收起自己 什麼都不要做 扮烏龜 那就是最好處的 Be turtle my friend Be turtle my friend OK 好 大家記住 聽聽之餘 都要分享給身邊的朋友聽 也要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在我們的節目提示小鈴鐺 也要打開 like我們每一條影片 和留言告訴我們 有些什麼想我們和大家分享 記住也要like 林定康師傅的Facebook專頁 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下一集回來再和大家 元太祖